今天我们学习这款简单又漂亮的图案 这个花形里织毛衣和帽子是非常漂亮 好 大家看到这个图一定很喜欢 而且是很简单 这波点 这里这个波点它是四针 我们是四针一组花 四针一组花 大家几针几次的倍数 好 下面我们来讲解四个花形的编织方法 大家把这花形学会以后 我主页里面有其他管的神品教绳 大家既看一个神品教绳 就可以用很多的花形来编织毛衣 好 下面讲解花形的编织方法 好 我把神齐好了 我们来吃三属花 现在我们开始来排花第一行 先吃一个编针 然后我们来吃三针的反针 反针 三针 好 把线到后面去 一针下针 好 第一属花 好 第一属花我们就分好了 一 二 三 四 好 第二属花一样的方法 反针三针 一 二 三 好 把线到后面 一针下针 线到前面来 一 二 三 好 把线到后面去 好 一生下针 好 三生反针 一 二 三 好 花白好了 我们留个边针 花白好了以后 我们这里第二行 我在反面 这根支 你一到下针 你吃下针 一到反针 吃反针 如果你是捐鸡来支 四根半生 或者形环针来支 你第二行一样的 一到下针 你吃下针 一到反针 你吃反针 排花的时候 第一行不要排错 下针编织 反针 反针 下针 好 反针编织 下针 好 第三行 好 这里反针编织 我们继续反针编织 好 第三行 我们把线到后面去 第三行我们这里 下针这个位置 我们要绕两圈 一 二 好 绕两圈 吃下针 好 第一属花织好了 第二属花一样的 反针了 我们就撕反针 好 把线到后面 下针 我们绕两圈 好 反针 下针 绕两圈 好 反针编织 好 反针编织 好 第三行 第四行 编针 好 第四行一样的 你一到下针 吃下针 一到反针 吃反针 这里我们绕两圈的 继续 反针编织 反针就可以了 好 继续把它 先放下来 好 下针的 我们吃下针 好 反针的 撕反针 好 这里是第四行的 编织方法 好 第五行 好 第五行 我们这里反针 继续支反针 好 第五行 我们继续 是下针 反针编织 好 下针 好 下针编织 这里 它是你遇到什么针 你一样的 支什么针就可以了 好 继续 撕反针 第五行 支好了 第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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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支 你遇到下针 一样撕下针 遇到反针 你撕反针 好 这里是反针 我们继续撕反针 下针撕下针 好 反针撕反针 反针 反针 下针 好 六行 第六行 我们支好了 第七行 好 第七行 好 反针的 我们也是撕反针 好 把线到后面 这里我们就要撕 剥点的花形 你看我们这里 一 二 三 我们才长线这个位置 一针 好 跨线加针 然后呢 两针 这里撕出来 跨线就三针了 然后四针 然后再跨线一次 撕过来就五针 好 五针 五针支好以后 把它放到锁帮针上 然后呢 再把锁帮针的 这一针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一起合并 合并的时候 我们撕下针 好 好 这剥点就支好了 看 好 继续 反针 好 你看 一 二 三 在这个位置 在我们绕两圈的这行 好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 五针 支好以后 把它放到手帮针上 然后再把这一针一起 把它合并 小心滑针 这里把这根线也滑过来 好 这样 这个花形用松枢线支 最好看 好 一样的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 把它合并为一针 好 这里继续撕反针 好 虽然第一行花 我们就支好了 第二行花 好 除了C行 我们支花形以外 其他的行 我们都是根支 这里也是根支 你看 一到下针 撕下针 一到上针 撕上针 好 这里我们把它撕成反针 好 下针的 我们就撕下针 上针的 我们撕上针 继续正面编继续 正面编继续 根支这行也是根 都是根支啊 这行我们继续根支 这是第九行啊 第九行 好 第四行 一到下针的 几次 再来就是 什么 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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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我 有 好 到第十一行 我们就要绕线两圈了 下针的部分绕线两圈 看 这里我们要绕两圈 好 往下编织 好 这里是编针 好 这里是反针 好 继续撕反针 下针的是下针 绕两圈的撕反针 好 这一行我们孩子一样的 要跟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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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反面这行跟直完以后 正面我们又开始撕花形了 好,所以这行整行继续跟直 好,到这行我们来吃这个 这个行花形,到这里来吃 好,这行我们吃正面边吃花形 一样的,反针的,我们继续吃反针 好,一样的,在这里 我们绕两圈的这行,这样 一针,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四五五针后,全部把它放到手帮身上 我们要把它合并成一针 加上我们原来的四针 也就是六针合并这里 好,然后继续吃反针 好,先拉到后面 你看,你要知道我自己格多少行 自花形,你看 一,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行能是波点 好,继续 好,把这里吃完 我们就讲了两组花了 大家看到这里都应该绘织了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花形 好,是反针 好,这样我们就 两组花展解了 大面积编织是非常漂亮的 这款花形用什么线编织都不漂亮 好,对一次款花形还有不懂的 在我评论器上面留言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继续